傳統市場現金交易 升一號月入十多萬不是問題 但有年輕人應徵傳統市場的 漁貨擺攤 控訴遇到血汗換老闆 真空包裝的漁貨全機油冷凍保持鮮度 但擺在攤子上後過了一段時間 退兵色澤賣相都變差 賣不出去的海產 竟然要擺攤的員工自掏腰包買回家 越說越生氣 當時公司標榜的賣於貨 高利潤都死了 拿出第一個月的薪資 明細 居然還是赤字 控訴這間 未在新北英哥的批發商 公司協助批貨租車租攤位 卻要求月營業額要超過十萬 若是沒有賣完 便以業績沒達標 或是漁貨已經退兵 無法由公司吸收等理由 要求員工自行補貼 換算下來時薪低於八十塊 要應徵是不是 要應徵嗎 記者已走進工廠 工作人員馬上詢問是否應徵 成員工控訴幾乎沒有人 可以撐上三個月 都是賠錢閃人 現在除了揭發海產公司 苛刻手段 也打算尋求法律途徑 捍衛自身權益